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5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大家相信很多人都 光顧過Airbnb 我最近因為要去曼城 因為我們在3月18日曼城 有個 閉門會議 成計黑池的上集 這次我們也開了下半集 打算在 曼城住兩三晚 預約了B&B 結果 B&B就彈出來 不接受 那原因是甚麼呢 業主看到我的紀錄是被人畫花了 我的紀錄是怎樣被人畫花呢 就是當時接制的手足 那個手足在那裏又吵勸巴閉 吵著人家 又弄髒人家的東西 弄到人家骯髒 骯髒 污煙瘴氣 所以 我的B&B戶口被人畫花了 結果沒有辦法 唯有 讓Johnny出馬等他租 結果 找到一個更加便宜 更加划算的B&B 所以 我這一節 當然 其實主要不是說B&B 不過 我就想說一個概念 B&B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共享經濟 把自己 多餘的房屋 拿出來出租 賺點錢 當然也有人 專門從事B&B生意 去買一些房屋回來租 其實也有數 房屋裝飾得漂亮 收拾得清潔 清潔其理 其實 是可以很容易做出去的 當然你的地方不能夠太格涉 除非有些特色 B&B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原來這個 共享經濟這個模式或者概念 其實中國很早有 還有 中國人 原來已經超過2000年了 為什麼呢 當時的中國人當然不是 B&B 不是租一間房屋出去 有間房屋出去 你憑甚麼網絡租出去 你只能夠租給隔離左右 當時有沒有遊客這個概念 不會說我在 我在福建 我去北京旅行 沒有的 當然 可能也會有人來北京旅行 可能有外國 但是當時的旅遊 不活躍 所以 這是很難搞的 當然有客棧 古代有客棧 比如大地方有客棧 但是 客棧 就是另一個概念 我想跟大家說說 中國古代的這個共享制度 其實就不是出租這個房子 而是出租妻子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古代 女人的地位很低 甚至乎女人是男人的 父屬人 男人的財產 所以 所以 部分的人 他們會選擇 賣老婆 當然 老婆有些人覺得不捨得的 就會選擇 租老婆 把老婆租出去 這個 共享妻子的經濟模式 其實還有一個名字 叫做典妻 典妻這個制度 其實是人類買賣婚姻的其中一種 幾乎跟 娼妓一樣 他也可能是一個正式婚姻制度的補充 一個附件來的 歷史 遠遠流長 為什麼 因為早在看書 已經有記載 看書主負演傳 記載著 男子則姦不足良響 女子仿跡不足於 遺膜 百姓 微弊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由於戰爭頻繁 所以大量 民眾沒辦法生存 看書 假捐之傳 記載著 嫁妻賣子 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 賣妻是以老婆作為商品進行買賣 儘管還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典妻婚 但是他後來 為典妻現象作為一個準備 典妻現象怎麼會存在呢 其實 例如中國婚姻制度的一個病態 令到那些封建人士沒有辦法迴避 又收於啟齒 為甚麼 因為中國其實很多古代的習俗 或者很多那些 故事說出來 是嚇死人的 甚至乎會顛覆人類的想像 老婆 叫夫妻 但是也有個說法 叫老婆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 老婆究竟是衣服 還是 租康 實際上 老婆 是中國 以前男人的一個財產 隨時就可以把你 殺了 一個很恐怖的故事 這個故事 發生在三角 當然啦 其實不只是三角 是經常發生 只不過 有記載 根據這個三角誌 陳壽著的三角誌 不是三角演義 三角演義是一本小說 三角誌才是歷史 作書的人叫陳壽 陳壽的三角誌就有說 曾經劉備 當時他禮宴下事 結果他探訪了一個將領 那個將領叫劉安 也是他的童宗來的 劉安因為家裡很窮 沒有錢 家裡找不到一些像樣的食物 完全 沒有東西招呼劉備 結果他怎麼做呢 他就把他老婆 斬死 把他老婆斬死 煮成一碗肉湯 當然不止一碗 煮成很多碗肉湯 招呼劉備和他的隨從 結果 劉備很美味呀 肉怎麼會這樣 那麼好吃 問他 這是羊肉 所以 古代的這個女人又稱為兩腳羊 是隨時用來宰殺來食用的 劉安 當時 他被 揭發了 他把老婆殺死 因為 其中一個侍衛 劉備的侍衛 他覺得這東西很好吃 我真的想看 參觀了廚房 看到 看到 一個女人的人頭 還有一些殘肢 還沒有斬 他就知道 原來是他的老婆 因為家裡沒有其他人 除了老婆之外 還有一些被斬 沒有其他儲良 他就把這件事畫給劉備 劉備深受感動 感動到痛哭流涕 你真是大忠神 結果 將來還升了他的官 這個故事 也廣泛流傳 叫做 斬妻是主 把老婆煮給主人 吃 結果就成為一代忠神 大家聽到這些故事會不會覺得毛骨悚然 跟現在的 是不是差不多 現在 也將他斬死 也將自己的老婆斬死 就不是我們奉獻給他的主償 純粹是要謀財害命 因為現在 女人 已經不再是男人的財產了 甚至乎女人有很多財產 這個故事真的大家說出來是不是很恐怖 主老婆來吃 其實原來是中國古代 只是一件加上便法 沒有 就煮老婆來吃 還有一個故事 其實我想大家也聽過了 也是煮 不過不是老婆 是煮了自己的兒子 當時 應該是齊緣公 應該是齊緣公 齊緣公 他跟 一個 很出名的廚師叫做義牙 跟義牙說 其實我從來沒有吃過人肉 我很想嘗試吃人肉的滋味 那麼義牙聽到 知道他想吃人肉的滋味 那麼 就 馬上回家 把他的嬰兒的嬰兒殺了 把他的煮成肉給齊緣公吃 齊緣公也是很感動 但是 當時的館長 警告齊緣公 他說 你千萬不要 相信這個 這個義牙 因為 大家都知道 自己的兒女 應該是 最親近的人 沒有任何人 親得過自己的兒子 他竟然可以為了 侍奉你 把他的兒子獻出來 煮出來給你吃 這些人 一定有所圖 千萬不要相信 晉緣公當然沒有聽他的警告 繼續重用 結果 後來二牙就造反了 齊緣公就是餓死收場 我們說回我們的主題 共享經濟 共享經濟 尤其是 如何把自己的老婆租出去 當時因為人的生活很窮困 所以 他就盛行把老婆租出去 租老婆出去 如果租出去的期間 大家會立些字句 立一個合約 例如現在的B&B 有合約寫著 租金多少錢 租多久 租期 有租金 可能當時 不知道有沒有先進的選擇 有一個生約 死約兩年 生約兩年 當然 可能有一個通知期 不知道是不是跟現在的租樓一樣 租貸期間 這個老婆 這個女士所生的兒子就歸租房 歸租客所有 不是歸業主的 以往 因為很多時候 當時的人很窮 未必每個人可以娶得起老婆 中國當時有錢的人就可以三妻 四妻 甚至乎妻妻成群 但是窮的人 連娶一個老婆也沒有錢 沒有錢 唯有去租 結果當時有人想起租的生意 就是 自己花一筆錢 娶老婆回來 像現在的買樓一樣 跟現在的Airbnb概念 完全一模一樣 花錢 娶老婆 之後 把他租出去 不同的時間 租不同的人 賺錢 當然 以往的租 租一租 超以年計 因為要生兒子 那個目的了 所以當時一租 起碼也有兩至三年的租期 一個女人可以租多久呢 就視乎 她的老公的交際能力 即是那個找客人 以前沒有Apps 你沒有人來找你 只能夠你去 推銷 或是周圍去漏 說我有老婆租啊 你租不租啊 我對我 有些人 聽到 原來這個人是租開老婆的 我們就跟他租了 我想生兒子 生幾個 租三年 談好多少錢 五兩銀 十兩銀 一百兩銀 租了下來 租了下來之後 當然是你負責去養他 有些人 因為太窮 就不是為了賺錢 太窮 養不起老婆 唯有 租出去 自己快餓死了 但是有個老婆 老婆是財產 就把老婆租出去 租給下一家之後 當然要找他生兒子 所以以往 女人 其實通常沒有名字 只有姓氏 所以有戚秦氏 林鄭氏等等 那個女人其實是沒有名字 純粹是一個姓的 因為她是財產 這是中國的古代共享經濟 因為 中國人沒有財產 以往太窮了 所以 有老婆就可以把他租出去 當然子女很難租出去 因為子女不值錢 租給人 是沒有用的 反而買賣就會 因為沒有子女嘛 因為你租給人 你會拿回的 要麼賣脫 就沒得租 老婆可以租 因為老婆有生育的能力 即是 她有經濟價值 這個就是中國 古代 最原始的共享經濟 一直到民國才被取締 不過 我們現在看到大陸 就是搶掠 搶掠婦女 甚至乎是拐賣 現在 他們也是買賣 現在很少租 租老婆這個典妻的制度 相對 比起拐賣是文明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相對文明 就是用B&B的概念 你不是綁架的女人回來 只要滾牛下去 然後就綁他回去 鄉村 一住就住20年30年 跟她的家人室去聯絡 家人沒有了 那些就不見了人 如果你說人道 租老婆 比拐賣婦女還比拐賣婦女 是不是 所以 中國 其實 比大家想像中更加進步 2000年前已經有Airbnb了 接下來我們如果找到一些 類似的題材 也會跟大家說的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朋友訂閱Patreon 3月18日我們會在 萬城舉行 這個底門會議 我們會 講多 下半集 報名也不想希望有太多人 因為 越多人就越難說 所以也是希望 三四十人最好的 我最理想是三四十人 即使晚上一起吃飯 也會比較容易找位 100人是找不到位的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